2015年在德国、波兰还有奥地利三国举办专场音乐会 并和维也纳少年合唱团同台演出的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今年暑假将在北美五大城市巡回演出 巡演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休士顿 当地侨胞是特别成立了 休士顿原声机友会 并召开记者会说明行程安排 他们也动员募款 要协助完成南投县原声音乐学校的建校心愿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今年暑假到北美五大城市巡演 并将于8月9号在休士顿 带来一场纯真的台湾音乐饗宴 预计这次将有70多人随团 合力为台湾南投信义乡的原声音乐学校筹募建校基金 负责休士顿地区专场的桥物咨询委员 若建民抗力 动员全桥共相胜举 成立休士顿原声之友会 并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行程 我也召集了我们桥社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负责整个晚上 整个晚会的这些主办之外 我们也找了一些礼物 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带回去 我们在这次不只是在我们桥社 我们在美国的主流社会 我们有做很多的宣传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谢谢处长 这次大力的这个 帮我们邀请了很多主流社会的朋友 会中播放合唱团创办人马彼得校长 带着一群小朋友登上玉山高峰 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感人画面 由于台湾原声音乐学校是体制外的学校 没有正式校舍 因此这次北美巡演的募款 将作为建校第一期的工程款项 舒适顿原声之友会 除了安排这次演出行程外 另一项任务就是协助 筹募建校基金 应邀出席的驻舒适顿办事处长 黄敏靖 舒适顿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也都鼓励乔胞踊跃参与 支持这群带着台湾骄傲 登上国际舞台的小朋友 我们政府上传到这个地方来 我希望我也很诚恳地鼓励我们乔介朋友 大家共同来参与 能够给他们的支持 我们今天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时候 将来他们会十倍的付出 给他们自己一些 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就是一个起点 我想这些孩子呢 是台湾的一个新希望 他们既有歌声呢 把台湾最美妙最美妙的歌声 带到我们海外来 让世界看到台湾 让世界听到台湾玉山的声音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成立以来 曾受邀到美国 日本等国演出 这次小朋友们将带着原住民 特有高亢清幽的声音到舒适顿 让侨胞听见台湾玉山的天籁 台湾宏观电视谢莫顺 美国收视顿采访报道